我們桃園市校道推廣協會的創會的理事長 劉理事長 還有我們一貫道桃園市分會的理事長 劉理事長 都是我們的主辦單位 今天我們主辦單位有三個單位 是從德文教基金會 還有我們校道推廣協會 還有我們的一貫道桃園市分會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貴賓 我們的長官貴賓 還有我們的吳立委 感謝吳立委的立委 他也是我們前任的台灣縣的縣長 還有我們蘇雖爺 都是我們從德之勇 長期對我們的校道推廣協會 非常的重視 還有我們從德的志工 還有我們的這個校道的志工 以及我們的各位道歉 還有各位親朋好友 大家好 那真的是非常的一個感恩 感謝我們剛好是利用這個母親節的這個前戲 我們來舉辦一個我們發揚中華文化的一個校慶的一個感恩的活動 以及我們的校慶楷磨的一個頒獎 那今天我們也是大家以這樣的一個聖會來立臨 那我們為什麼要來舉辦每年都要來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最主要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社會方面 有很多的這些不孝之主 讓我們感覺到我們一定要連連來舉辦這種校慶的一個活動 讓我們的社會產生它的一個溫馨 那也是我們前現場也時常講的 說我們這個社會要充滿了這個愛 以這個祥可 那這才是最主要的 那我們辦這個活動的一個目的 當然是我們要發揚我們的一個中華的一個文化 以及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校慶的一個感恩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 我們的這個兩千多年前 我們的這個至聖先師同志 他有一個至理名言 也就是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他把這個老排在第一順位 顧名思義 就是我們應該對這個老子 也就是連長子 也就是我們要能夠讓他能夠怎樣 安其身跟安其心 我們怎麼樣讓父母親能夠安身 讓他能夠安心 這就是我們做主女 應該做一個孝跟靜 不是光孝就好了 還要靜 你如果說只有孝 但是沒有靜的話 跟其他的這些前馬動物 有什麼分別 這個是在論理裡面 也跟我們提的是自由 來問孝 那麼同老子的一個回答的一個狀況 那可見 我們也是一樣 如何把這個孝心跟孝情 把它發揮出來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希望把它推廣的野力 所以孝道推廣社會 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希望把這個孝道 能夠把它發揚出來 把這個孝心 孝情把它展現出來 當然最主要的 希望我們呢 能夠把它發揮出來 唯有呢 點燃我們這盞心燈 當然我們有時常在廟會裡面 來點燃這個光明燈 那麼顧名思義呢 也希望我們也能夠點燃我們心中的這盞光明燈 那麼這樣的話呢 我們才有辦法把這個孝 發揮的一個離離禁止